从侧后攻击我前沿阵地 使我腹背受敌 而我军则由于缺乏反坦克武器 吃了不少亏 而最好的反坦克武器就是坦克 能不能用我军的坦克 克制美军的坦克呢 经过反复研究 许光达决定 利用美军坦克的胆大妄为 朝鲜山高坡斗 地形隐蔽的有力条件 在其深入我阵地纵深时 对其射服痛击 错其锐击 射服的地点就设在了沐浴洞东山 1951年10月14日 志愿军坦克二团一连三排的三辆坦克 利用夜幕进入射服阵地 先是由步兵引蛇出动 然而敌军并没有出动 但在志愿军持续引诱攻击下 敌军的坦克终于按捺不住了 在耐心等待17天之后 战机出现了 10月31日 敌人的八辆坦克向我前沿阵地接近 企图袭扰我军 其中两辆坦克在前面侦察 其余的坦克在后面静观不动 当敌人坦克行进至离我阵地600米时 志愿军坦克的第一发炮弹才发射 首发疾命中 紧接着七发穿甲弹又飞向第二辆敌坦克 这两辆坦克都爆飞了 其他六辆坦克箭撞仓皇掉头而起 解除了对我阵地的威胁 这是中国装甲部队首次在战略战术上 有了重大突破 步兵和坦克兵的协同作战 对美军坦克构成重大威胁 美军坦克此后在没有步兵伴随情况下 再也不敢突入或接近我前沿阵地 而此战告捷的中国装甲兵 也开始逐渐摆脱初期失败的阴影 他们在战场上快速成长 既然手头的装备没法更新 那就要在战术上取得更大的进步 由于敌人的火力过于强大 而我军作战条件极为艰苦 致使正面战场双方战况惨烈 虽然采取了几次有效的防守反击和射服突袭 也取得了一些成果 但是要想取得胜利 制定新的作战计划就势在必行 这个时候许光达毅然决定 让志愿军坦克部队配合步兵 有计划的突然出击 集中主力消灭被围之敌 这种以步兵炮兵坦克兵和工兵密切配合的兵种 作战协同技术 很快在朝鲜战场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马良山有五座山头 它北边紧靠着三八线 屹立在临金江西岸 它如果被敌军占领 则严重地威胁着三八线以北 我方占据的大片地区 如我军占领马良山 则可威胁南方从连川至铁园一线敌军的侧翼 控制连川至士边里 暴川至九化里 高浪浦里至朔宁等三条主要交通线 谁控制了马良山 谁就掌握了战场主动权 马良山是当时朝鲜西线战场 敌我双方争夺的一个要点 在这个地区 我军没有任何火力优势 严格地讲 制空权基本掌握在美军手中 一旦美军采取轰炸 没有任何防空作战能力的我军 就处于完全暴露状态 而暴露状态下的大型目标 往往是对方航空火力打击的绝好目标